准备了 好 一 四 三 二 一 老师您的这幅作品吉祥如意 我觉得好像是带有一定的双关性的含义 吉他和吉祥的吉是谐音 那么鸡群在一起又是代表的是一种团结的含义 是吗 老师您能不能为我们解读一下您创作这幅作品的一些初衷 是的 问得很好 为什么叫吉祥呢 吉祥就是在我们中国里面是一个吉祥字 那吉也是代表也就是他的协议里面的吉祥 所以我就用吉来呈现 那吉也是一个非常有一个责任的工作者 他每天一定会提醒我们一天当中的开始 所以我就以吉为主题来一开始提醒说 我们做了一天的开始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责任也就是开始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带有一定的双关性 他也呈现我们的乡村的风光 表现我们乡村里面的景物景色 让现代的人来看 因为现代人几乎看不到这种景物了 也让大家回到乡村的景物 的一个生活状态 不要在百忙之中 充充忙忙 然后就到乡下去 看看乡下的生活环境 对 很好 这幅作品是两个在一起的 应该说是一个系列型的创作 是吗 对 表达的是 也是这种非常浓郁的这种乡土的这种情怀 是您对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念 对 是对故乡的非常的眷念 因为古时候小时候 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的 所以对这边非常的怀旧 非常的怀念 所以我说把它呈现 也表现我对它的怀念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您的其他的一些作品